出的老家梅子 今天是2022年的5月17日 星期二 我们看到一组数据 关于Child Care and Home Support Worker 也就是联邦的护理移民 这个试点项目 从2019年到2021年的10月27日之间 就是移民局 总体是收到了23,644个关于永居的申请 但是呢 批复了只有556个 274个人拒绝 还有一些人是撤回 对吧 撤回那应该还可以再申请 总之最终批准的 然后允许的就是222个人 批准了556份申请 其中呢 有222个人获准成为了永久居民 所以也就是 还有2万多个人 2万多个人申请 2万多个人申请 相当于 只批准了200个人 相当于 这个等待时间是10年甚至更久 这样一个计算的情况 那么这是 其实我们做过一期视频 那么现在还是把它 再来讲一下 希望我的电脑能够把它录录录的 录得稳定 上次是没有录到 那关于官网上的这个信息 大家也可以看一眼 也可以看一眼 就是在今年的 1月17号 2750个 就是家庭的儿童护理的这个名额 已经close了 已经用完了 那么这是 这是关于 这个申请的部分 它已经用完了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还有一个是 这个 另外一些 care giver 什么的 home home care giver 也是一样 那么它也 它也是已经收到了 2750个 所以 那么 那么下一次 再申请 不管是家庭的这个 支持工人 也就是相当于是 养老院的这些护工 或者是家庭的看护 家庭的看儿童看护 这两个岗位 分别都是2750个名额 那么在今年的 1月17号 两个名额全部完了 也就是明年 你要再申请的话 那么就是 就是到2023年的 1月1号 再开始申请 这是 这是关于 这是关于 它的这个 移民的配额 那么 相当于这个工签 我认为 也应该是没有了 这个就是说 相当于是 移民的 移民的这个工签 就应该是没有了 所以这个项目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项目 还有一些 什么说法呢 我们往下看啊 往下看 它正常是要求 你在这个岗位上 对吧 要工作24个月以上 那么你才能够 递交移民的申请 才能够排队 但是现在排队的 有多少个人 2万多个人 只有200个人永居 500多个人 核准 200多个人获批 那么还有 还有接近2万个人 在排队 等着永久居民的身份 每年 它批这么少 不知道为什么 它总共有 有5000个名额 它只批200多个 而且是2009年到 2021年的10月份 所以那你必须在这个 必须继续去等 继续等 然后那你必须要有 合法的身份 在加拿大等待 所以这个项目 看起来就非常激乐 已经不适合再申请了 说实话 不太适合申请 速度太慢了 太慢了 而且这说的是 针对境内的人 那么针对境外的人 我们之前有讲 有讲一个 看看啊 针对境外的人 我们也有讲 他的这个项目 他的这个 工签的合格性 工签的合格性 你必须要在加拿大境内 然后你是 本身是可以申请 工签的 你有工签许可的 比如说你读了书 然后你可以直接去申请工签 那那么雇主呢 雇主呢 在20 如果你 那你申请这个工签 要在 你不能获得这个新的工签 是下面这些情况 就是 2022年的4月22号 由于现在开始以后 就不能再通过LMIA来申请工签了 就现在没有 没有这个项目的工签 因为急压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 基于这些情况 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视频 我现在想讲的主要是 关于联邦护理这个项目 它的永居的这个部分 仍然有两万个人的积压 所以不要等 它每年有5000个 它到现在 2021年的8月份截止 19年 2020年 两年到 年8个月的时间 只批了500个人 所以这个 这个真的是太慢了 太慢了 建议大家不要等 如果说本身 我们是在境外 有护理工作的经验 那么现在能做的就是 一 投资类的移民 二 就是CD类的雇主担保 这是给大家的建议 那如果我们现在人在境内 不小心读了护理 然后也准备拿了开放工签 其实也可以做 既然如果你是有一年 或者两年 或者三年的开放工签 完全可以去从事别的工作 不一定非要做护理 因为这个排期太长 不划算 可以考虑其他的雇主担保 比如说CD类 它不需要工作经验的 对吧 不需要相关工作经验的 在境内直接转就行了 帮厨啊 酒店打扫啊 酒水推销啊 酒水销售啊 这些都可以 这些都可以 只要是CD类的 就它获得到省提名的阶段 和到联邦的阶段比较快 名额也比较充分 这是关于 那这是关于如果在境内 总之 就我认为联邦护理移民这个项目 在近两年内已经死亡 已经死亡 就不适合再申请 可以把这个项目 试做是关闭了 好的 这是我的一个结论 谢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有关于加拿大移民 希望因为现在资讯的人也挺多 一定要提供你的简历 还有 然后说出你的想法 你的需求 然后我们来给你提供方案 然后如果说 我相信大家 就是对加拿大的移民 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了 也不是小白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 经常去上 www.canada.ca 对吧 去看一下 官网的关于 这个immigration的 所有的这些产品 把它梳理一遍 不要等着任何人去跟你讲 因为任何人可能会骗你 但是官网的信息 99.9% 它是不会骗你的 这是一个基础 一定要掌握 好的 感谢大家的收听 再见